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接着带大家看入见同学入魔了第三季 第一季和第二季以及上季的解说未经放在资讯栏 没看过的先去看 不然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上集说到收获季正式进入了第一天的晚上 许多人都为了第二天再保存体力 但阿斯莫德等人却完全不睡觉 依然在全力狩猎首领级别的魔兽 之前就有说到多多多的兄弟向阿斯莫德等人发起挑战 看谁狩猎到的首领及魔兽更多 他们赢了的话多乐多乐兄弟将把分数拱手相让 输了的话就要把他们的师父带回去 但其实阿斯莫德原本是拒绝的 比起和他们争来争去 独自狩猎更有效率 毕竟他们是奔着优胜来的 就在这次多乐多乐兄弟开启了嘲讽 最后两人实在没忍住才接下的挑战 这个带着苹果的鸟有高达10800的高分 他身上的苹果是相当珍贵的食材 但非常非常的坚韧 以至于需要打击上百次以上才会掉落 两队人马在互相干扰下进行作战 哥哥伊奇洛属于长距离攻击选手 利落的强法 敏捷的伸手 以及用不完的体力 搭配头脑派的弟弟尼洛 兄弟俩没有展现出意识的破绽 和他们相比阿斯莫德和萨伯诺克就烈显逊色了 搭配不协调还经常内讧 然而这种内讧 多乐多乐兄弟最喜欢了 他们的家族能力 逆龄 可以利用言语让对手感情变得愤怒激昂 从而夺取对方的理智 一旦对方失去理智就很容易可以控制住 从一开始多乐多乐兄弟就一点点的再用言语诱导他俩 不让他们察觉到不对劲 选对之言的话还可以更容易激怒对方并吞噬掉其理智 只差最后一点就可以彻底吞噬掉他们的理智了 弟弟尼洛又嘲讽了起来 果不其然萨伯诺克被激怒了 只要萨伯诺克攻击他俩就会失去参赛之格 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好在阿斯莫德依然非常清醒 甚至采除了他们可能用的是精神支配的能力 多乐多乐兄弟相当懊悔 明明就差一点了 说实逆龄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招式 是他们师父称赞过的能力 原本这个能力就不适合用在战斗上 主要活跃于社交和谈判 兄弟俩从小就被灌输社交术 但他们其实更像往战场上的英雄 为了追求梦想 他们独自来到北方战场 随时挣扎间是师父救了他们 不仅把他们编入自己的队伍 还教导他们体数战术 实际上他们十分厌恶自己的能力 一般情况只会让别人感到恼怒而已 但师父却不这么觉得 师父发现这种能力如果用得恰当的话 是完全可以用在战斗上的 可以用于阳攻或提高我方士气 师父告诉他们在战场上 只有最卑鄙的人才可以活下来 这之后多乐多乐兄弟喜欢上了自己的能力 有了一番攻击后 翔着终于可以报答师父了 但他却接到了命令要去巴比鲁斯当老师 他们一直忘不了福尔福尔军朝悲伤的表情才追过来的 看到这里兄弟们应该都明白了吧 是多乐多乐兄弟找错了人 阿斯莫德和萨伯诺克的师父 根本就不是福尔福的军朝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会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仔细调查清楚 因为他们觉得师父非常牛逼 所以觉得他教的学生也一定是非常牛逼的 于是想都没想 就直接找来了一年集中最厉害的两人 阿斯莫德等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以为巴拉姆斯底下也玩这么大 与此同时多乐多乐兄弟也没意识到认错人了 甚至拿怒自己都没被师父摸过几次 却摸了他们 毕竟巴拉姆非常喜欢摸头杀 多乐多乐兄弟彻底被激怒 这波直接把嘲讽声量开到最大 他们厉害的点在于不只可以煽动恶魔 认真起来魔兽也可以煽动 只见大鸟躁动了起来 弟弟尼洛补了一句 说是只有杂鱼才会去上学 停到这里阿斯莫德就不乐意了 你这意思是入肩也是杂鱼咯 只见阿斯莫德脚下生起了黑色的烟雾 这是巴拉姆教会他们的必胜手段 二周期解放 当黑雾覆盖全身的那一刻 阿斯莫德将丧尸全部离置 魔力会破天荒的提升 在战场上见过无数恶魔 二周期的多乐多乐兄弟都尽了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么优雅的二周期 这里直接放画面大家细品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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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美丽 踊而为 能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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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莫德 三兩下只魔獸就被阿斯莫德解決了 多洛多洛兄弟都在好奇他到底是怎么自主进入二周期的 巴拉姆有着能让人瞬间进入二周期的药丸 当然也有抑制剂 通过让他们反复进入二周期 这样一来紧要关头就能自主解放二周期了 原本引发二周期的就是压力 但由于这是强制引发的 所以压力增倍的同时力量也会翻倍 属于是无限接近反足者了 只见阿斯莫德缓缓地走向多洛多洛兄弟 举手投足见萨布诺克挡在了前方 原来巴拉姆曾给他们设定过恢复暗号 只要听见暗号就一定能恢复过来 因此两人组一次只能一个人进入二周期 另一个人就必须将其唤醒 阿斯莫德的暗号是入肩 当萨布诺克含出入肩的瞬间 阿斯莫德清醒了过来 旁边多洛多洛兄弟人都看傻了 好了以上就是入肩同学入谋了第三季第九集的内容 后续剧情我会尽快给大家更新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 喜欢的话不妨按赞订阅关注 有什么意见或看法欢迎留言在下方讨论 我是阿兰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